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觉得对情感特别注意 就比如说像你们两位 我觉得你们的书里写到 或者每次去到当年你们去过的 在咱们讲的内蒙 今天咱们可以讲讲甘肃 青海 宁夏 就那些地方 包括像你常常写到的一个西海固 那样的地方 照我看他就是穷得不毛之地 穷得叮当响的那么一个地方 可是为什么似乎你跟那里的人 有那种亲如一家 长长久久的这种感情呢 那个 刚才说那往牛奶里 牛奶里加三路清安 这个话题来接着说的话 就那个地方的文明本身是 不仅不往牛奶里加东西 而且把卖牛奶做成耻辱的 这样的一种文明 卖牛奶是什么 做成耻辱 看成耻辱 而客人来了 我招待你 我把我刚刚挤下的奶 招待给你 这才是我的文明 是这样的事情 你要给钱的 你是骂我的 对对对 那蒙古人不会做买买 有好多少数民族 就是这样 他绝对那个奶 是不会卖的 是送的 90年代初期吧 大概是 我在新疆的这个 这个天池附近 有哈萨克 开始用那个大塑料桶 开始卖这个 马乃子 他那个表情是 简直是满 满 满 羞涩 害臊得不得了 我们底下一聊天 因为有自己熟人 跟他一聊天 在说 我们没有办法 生活没有办法 这是很可耻的事情 你到我们家的话 我们牛 马乃子全都是招待客人的 使于严厉 看来不光是这个中国士大夫 我想在今天 新疆天山和阿德泰山脉里边的 这些哈萨克牧民 仍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牧民 这个家庭是拒绝卖奶的 你像那天你讲到这个 呃 俄纪啊 我就注意到 而且他们爱生命的这种意识啊 意识 包括他小说里写到 比如说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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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他可能到了四五十岁 他还想抱一个正在吃奶的这个孩子 甚至于他看到一条瘸腿的一个狗 两条狗打架 他都就像对待人一样去劝说 就是他跟生命同在啊 他对生命有一种特别的爱 这样的他不可能往牛奶里加三军情案的 绝对 不能想象 是啊 不能想象 这个这个加三军情案中 就跟因徒在海面一样 所以现在咱们开始聊道德了 就就曾几何时就说 就咱们叫市场经济嘛 要加强监督嘛 制度改善嘛 靠着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我就发现这国家总理也开始说 这道德办企业或者 这但是道德这个东西呢 我就觉得又是一个咱们咱们往往觉得像是假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这方面的看法 这里边这问题都太大了 我也回答不了 这也可能还要追问到中国的文明的基础 比如像孔子孟子这些中国古典文明的基础 他对人的道德的约束力有多大 这样的一些一些 怎么说呢 更根本性的质疑上去 我们也没有能力回答 更没有能力解决 但是我只能说 在培育我们长大的这个内蒙古草原 我讲的是更这种像无中文心这种纯粹有牧社会的这种草原 像新疆的哈萨克的山区 新疆的维吾尔的这绿洲 这些地方 他这个社会有非常严 非常严格的这个道德线 这个道德线是不能突破的 而且一代一代的年轻人 在成长的过程之中 你看那街上小孩 小伙子好像是小儿溜子似的 溜溜达达 好像游手好闲 但是他们的心里边有这个道德线 那是很清楚的 关于道德的话题 在中国文学界遭到质疑 或者甚至是攻击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值得回顾的问题 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初期 我觉得在中国的作家中 在这个问题上 似乎甚至是一个禁区 或者说是一个恐 怎么说呢 害臊的领域 怕谈道德 怕大胆地歌颂自己心中的 比如说 理想 理想革命 对人民的感情 这是很害臊的一件事 对 大家要比这些下流 写卑鄙 写背叛 写阴暗 这样的东西 我想更 好像更成为主流 这个 但是在今天也可能到了这个总结的时候了 因为一旦三绿清安出来了以后 大家的联想很丰富 是吧 今天不管 既然牛奶里有三绿清安 那你的文学观点是不是就是三绿清安呢 加在中国文化中的三绿清安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 这过去一般讲的嘛 叫真实嘛 就是说要做真小人 也不做伪君子 但是现在另一个问题提出来了 就是说 这人能不能做真君子呢 对 就是这样的 但是真君子存在吗 君子这个概念本身是另外一回事 说 刚才我们就像讲的一样 这个游牧民族中不管从哈萨克 这个蒙古 或者说是像中亚的这些民族 像维吾尔为代表的这些民族 他不讲君子这样的概念 他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人的 做人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没有人总结过 但一个小孩从很小的时候长到很大 除了个别的坏的一些 怎么说呢 被社会拉走了那么一个游历出去的分子之外 我觉得大体上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一个道德界限 这个道德界限是他的恐惧 是他的这个禁忌的界限 他不敢轻易越过 所以整个社会 你在世界上走得越多越会发现 世界上很多很多民族都存在这样一种 不用用君子的概念来固定的 但是存在的一个无形的 这个心理的道德的那么一个界限 大家都不越过他 大家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行事 来做事情 所以这个文化看起来 总体上虽然有种种的问题 但它是健康的 这包括人的本性的这种自律的东西 尤其这个家庭的这方面的教育和影响 在某种生活方式下 它形成一种 就是大家自然遵守这种道德的东西 比如对待老人 比如说是对待弱者 是吧 走在路上 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对于穷人如何 如何采取什么态度 像这样的事情 我总觉得有一种特别奇怪的现象 他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 都非常非常重要 在中亚的话 对待弱者 对待旅人 就是旅行中的人 对待这个老人 对待这个 比如说甚至战争中对待俘虏 他这有一大套东西 用我们北京 这个精英们说的语言 就是人道主义的东西 对他来说 是自古以来的一种道德的一切 我就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在北非去旅行的时候 遇过一个村庄 他都有习惯 就是在村庄口上 都有那个桃罐 桃罐里面装满了水 装满了清水 就是说你所有走过的人 你都可以享用水 因为水是最宝贵的东西 它是给你无偿的东西 那我们要在那儿的话 肯定能弄个小卖谱 看人卖了 对不对 这些不一样的 这个价值观就不一样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 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 就像牛牛奶一样 刚才讲的 你要到了一个牧民家里去的 他的牛奶是给你的 是吧 他不是说在那边 再给你摻点三味情 怪不得就是说 这个价值观 感觉到那边去玩 到人家的 就宾至如归嘛 你感觉到这种 家一样 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交流 所以我想这也是 你跟他们那么深感情的 一个原因 一个人家方面 对我的一种 怎么说呢 人家有这样的一种文明 我们怎么可能再不 有一个学生的姿态呢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 所以我可以看看 这个初入伊礼 他的这个照片 张成志老师 当时是去考古 到新疆 这是带着内蒙古的马 学第一次 1976年到伊礼去 在伊礼 新疆伊礼的招苏县 这背后是雪山吗 这是天山 这当然是两毛五一卷的胶卷 很亲切 这是在伊礼 当然雪那个木 哎呀 这看着风景就令人神亡了 咱们先去下广告再聊 枪枪三元性广告之后见 我还想通过这个张成志的眼睛 再看看那个地区 咱们接着再看看这照片 挺有意思的 这是哪啊 这是1980年 我研究生的毕业实习 在哪 在这个隔壁滩里 坐着这个马列车 把吐鲁番所有的山沟走了一遍 好 咱们再接着往下看 这个呢 也是在新疆南疆 也是研究一些关于中亚新疆的学问 然后呢 和他们聊天的时候 发现这里边 他们知道很多很多线索 是科学院和资料中没有的 这两个老人正在仔细跟我讲 这个就是怎么 就是这种学术的东西 这智慧传承在每一种文化中 那咱们看这个 这个呢 这张照片的这个真正的一个主人 就这个家庭的主人已经去世了 所以这张照片有一张上一张 是这个 当时没有照相 是在新疆的那个南疆 哈士附近的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曾经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呢 当时呢 他们家里正在吃这个南瓜和玉米 他们的晚饭正在吃这个 然后非要给我们宰羊 我就当然非常不愿意让人家宰羊 就吃了这个饭 隔了三年大概是 我记不清几年了 我们又来看他的 看这个老人的时候呢 这个老人去世了 就是他那个妻子就从后台走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饭端出来 说那天吃的就是和那天一样的饭 一样的饭 还是这个南瓜 你为什么就是他们 我们到新疆也是 这客人一来就给你宰羊啊 但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宰羊啊 因为他羊也并不是很多 宰一个少一个 这本身也是很贵的 我不愿意让人家招待这么多 包括在你刚才说西海沟 我在八十年的时候 农民家没请客吃不起羊 一般就来的话 要给你宰个鸡 我就把鸡在厨房全抢过来 分给小孩吃了 真是 真是 所以你去喜欢跟这个特别穷的人交朋友 你像在西海固 那个对得穷成什么样啊 我看你的描写 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前 确实是赤贫 就招待客人 比如说做面条吧 他几个小碟的这个菜 这个小碟的菜 一种四碟 一碟是醋 一碟是盐 盐 然后呢 有一点点辣子 再有一个 比如说弄了一点点什么野菜 或者什么菜炒一点渣子 咸的 让你弄拌面就行了 面条里浇上一勺菜籽油 这就是 或者红麻油 就是饭了 而且这已经是好饭 油的话当时是非常好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记得 我爱人那个时候也在县野谷那块 县野谷 他们搞那个医疗 不对的嘛 去到时候去搞医疗 就是去看人家 一进门一看 黑乎乎的看上去 一堆小脑袋 就一床妹子 只有一床妹子 只有一床妹子是一个特征 就是客人来的话 大家都冬天的话 赶快上炕 因为外边太冷了 没有钱买煤 没有沙子 而那个炕呢 是用树叶 扫下的树叶来烧的炕 炕上还是热的 一床被子 大家盖着脚 盖着腰以下 脚都塞在里边聊天 当然现在变化很大了 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厉害了 但是这个变化你喜欢吗 西海固的变化 和内蒙古的变化 性质不一样 西海固变化 它怎么说呢 它还是中国式的农村社会的变化 虽然它是一个 伊斯兰教气氛很浓厚的地区 内蒙古的变化 它因为包括文明 自然 语言 一切都在发生了 都在 遭受着重大的冲击 西海固 我觉得更多的 还是一个脱贫的问题 脱贫 但是他们 你像现在就是出去打工 而且我觉得 拼搏这个词 得用在他们身上 贫穷 拼命啊 简直是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跟他们 你不是长期 还去看他们几十年 你觉得他们内在的感情 有什么变化吗 焦虑和 这个 和这个 和这个 期盼 或者说是 慌惑 就这样的心情 我想现在是全球的 不管是西海固 还是我们北京 还是什么 墨西哥 还是柏林 日本 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是对他们来说 出路只有一条 因为他要想生活好一点 必须得有现金 你光靠种的山上 那几个土豆呢 是没有用的 冒着极大的危险 从山上拉下来 一车土豆 也就是五六百块钱 在这个物价 越来越高的时候 必须靠孩子 男孩子出去打工 如果这男孩子 实在没有的话 女孩子得出 必须得靠打工 今天的工人阶级 是昨天八十年代 农民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就觉得 他们开始 跟市场打交道了 开始跟利益打交道了 开始跟挣钱打交道了 过去有一种 极端的观点 认为就是说是 谈钱 谈做买卖 就会毒化人的道德 就是当他们这样的时候 到处打工的时候 他们还那么 那么淳朴吗 或者他那么 还那么谨守 他们过去的一些 待人处事的 这种道义 恩义 情义吗 这样的问题 也一样存在 也还跟刚才 咱们说的这个话题 都有联系 那个 这里边堕落的 被童话了 被失败 时代的大潮 卷走了 再不见踪影的人 肯定是有 数量也不一定很少 但是也有很多人 因为他从小的这种 这种底线的 道德底线的 这种教育和熏陶 他心里保持着一种 一种对自己的约束 这样的小孩 在北京打工娃中 也很多 他比如 他表现自己的 这个心里边的 道德的机会 受惠并没有赋予他 但他在有机会 是他还在做 你比如我在北京 认识好几个 谢海姑 在北京打工的小孩 我们还为他 我还为他们求过北京 我认识一些老板 给他们介绍 打工的地方之类的 在有些地方 由于他们 再加上他们打工的 这个工友吧 认识 有时候我一进 那个饭馆里 七八个小孩 全跑来跟我问好 这样的小孩 他们之间 有时候有他们的互助 有的时候 他们自己 比如说这个 比如有一个孩子 他刚来北京的时候 管吃管住 在饭馆打工 一个月五百块钱 隔了几个月 我去检查 他的存折去了 我说你别在北京 学坏了 胡花钱 你把陈诺拿出来 我看看 有密码没有 家里 大人我很熟 我一看了 心里一下 就心酸的不得了 一个月五百块钱 那个存折上 当时大概 打了五六个月工 一排一排 五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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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零消费 这不花呀 五百块钱 一分钱都没有用 蹭得住 饭馆里竟然管 管吃管住 真是能耐着 这个钱全部都是 最后给自己的家里边 去盖房子呀 改善 就他心里边的沉重和感情 这不是我们能完全猜测的 就是他虽然人在这里打工 但是呢 他的归属 他特别清楚知道 还是要回到那个地方去 很多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到国外去 待了那么多年 最后你还感觉到 你还得回来 那样的道理差不多 他还是属于他的那个故事 那因为你 这个大城市毕竟不是 不是我的 这个门啊 不是给所有人开的 所以这里边 问题比较大 比如下一代人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这一代人的话呢 他都有这样的顾虑 我倒觉得像北京这样的城市 指望着这样的人来改变北京 他们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越来越多 各式農民的孩子 如果他们能得到一种社会的尊重 和发言的机会的话 而且鼓励他们说出自己 不跟人讲的这套 刚才咱们讲的 自己内心深处最深的这些东西 那也可能对北京有很多好的影响 对啊 现在的这个大势所趋 就是要改变农民 这个二等公民的地位吗 这是多少年来城里人 和农村人的这种不平等呢 是吧 现在的北京人 过去有很多 很大一个人 就是昨天的外地人 是这样的 是吧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张老师 其实啊 我对你个人倒有问题 就说这个感情啊 就是说几十年 把自己那么深的感情啊 就围继在这个西北地区 包括内蒙草原上的 很多这样的贫苦人的家庭当中 往往这个感情啊 也反映你内心本身有一种需要 或者有一种困境 有一种什么缺乏 我那么那么你心里 到底为什么有这种感情需要呢 因为不管是作为一个个人来说 或者是作为一个作家来说 你必须得有个支撑 是吧 这个光靠这个知识的支撑 比如说艺术手段的支撑 我觉得这远远不够 最好是由有血有肉的 活生生的人 作为自己的支撑 当城里的朋友的变化越来越多 越来越 越来越多的旧朋友 疏远了或者变了 走到别的道路的时候 而我们自己这个脚步呢 在这个穷乡僻壤也好 还是美丽的边疆也好 也走得越深的时候 和这些人建立更深的关系 这个主观愿望 当然是越来越强烈 但是你到他们家里去 我注意到可能他们家里的孩子 甚至都管你叫爹 对吧 叫叫叫干爸爸这样的称呼 就好像是感觉是融入一家人 但是实际上他们心里 真的把你当自己人吗 他们在观察 我觉得他们在观察 你是个什么人 当年的那个人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人和人的感情 就在这个次数上 你刚才讲 去吉普车到那儿 喝一顿酒 敢开一番 这当然固然很可贵 但如果回来 就一切都忘了话 感情也就不存在了 我想关键就是 能不能坚持几十年了 这个时间如果长的话 感情就越来越深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交往 对 你必须得要有交往 才有这样的深入的东西 但是就是作为一个 事实上你生活在北京 那么这种感情 对你很重要吗 太重要了 我觉得 就像有几个 重大的一个 怎么说一个咨询 咨询的这么一个 一个活字点一样 你可以通过他 总能得到各样一些 自己在城市 或者在这个写作过程中 遇到的学问问题 或者说是这个方向问题的一个 反而在这个偏远的穷乡僻壤那里 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 我想是这样的 我想 甚至我觉得大家 如果所有的人 每人都有一个很深的 友谊很深的维族朋友的话 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大事 可能还有这个美的这种传递 因为现在电视台每年搞什么大奖赛 尤其民间的那种音乐的大奖赛 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在这个过程之中 新疆的刀廊也被烧得很热 穆卡姆这种音乐 也被烧得很热 但据我个人的观察 也是你刚才说的这些 和这些老百姓的交往过程之中 每次都很少 都是一星半点 但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什么事架不住一个坚持 时间长了以后 逐渐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一种学术的感觉 这个感觉就是 刀廊也好 穆卡姆也好 实际上是他们的文明中的一个 怎么说呢 文明中的一个形式 只不过是表现在音乐上而已 就说他们在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 他们唱的这个歌 他举行的是 这么一个民族风俗的这么一个仪式 但这个仪式本身呢 它叫念 我们理解成 北京的观众看了电视觉得这是在唱 对 而这个东西本身客观的站在第三者来说 它是绝美的音乐 不可思议的音乐 它太好听了 它这个不在于这个一般的这个耳朵 这个听学的旋律啊 就是这个节奏的环境 而在整个的气氛 大家那个投入 大家在这个投入过程之中 对自己心底最深的感情的这个 这个发泄一样的这种表达 还包括自己对自己的父兄 自己的爷爷奶奶 这一切人的这种 怎么说呢 这种回忆 和这种缅怀过程之中的表现 它造成了这么一种感觉 这个心成的灵啊 这个感觉最后 这个感觉也是音乐的感觉的时候 这个音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